欢迎加入21周静子练习课程 第20周的心灵讯息 我坦率地和孩子沟通 和孩子之间的沟通管道要保持畅通 这件事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 孩子经常听到别人对他们说 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那个 不要这样觉得 不要这个样子 不要那样说 当他们听到的诠释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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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会停止跟你沟通了 然后等孩子长大了 父母就会抱怨 我的小孩从来不打电话给我 他们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你 因为你们之间的沟通管道 已经被切断了 当你以坦率 开放的态度 对待孩子 用 觉得难过 没关系 你可以跟我聊聊 之类的正面话语 跟他们说话 并且 鼓励他们分享自己的感受时 沟通管道 就会恢复 就会担心 你说 感谢观看